陆寒关小彤8日突然公布恋情 让一众网友惊掉了手中的瓜 而最受冲击的恐怕还得是曾经爱得深沉的粉丝们 就在两人公布恋情的第二天 陆寒的星图中最大的粉丝个站 招路被曝一次宣布脱饭 爆料称该个站从陆寒出道就开始粉 花的钱也有上百万了 每次发专辑都上万张的买 做应援上万块钱的砸 但目前该个站的微博简介已经清空 而招路管理员还被曝用小号发微博表示 五年了很知足 并且配图分手快乐 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这和2012年出道至今五年 又公开恋爱的陆寒 情况确实很贴合 也成了疑似脱饭的佐证 其实正如网友的感慨 陆寒和粉丝也算是都做出了各自的选择吧 近日陈蒙辰在节目中自爆某女星为了上镜贤美 镜子带灯光师为自己打光 在录制过程中还不忘拿着镜子全程指护着灯光师 为了让自己美美搭也是尽心尽力 不过除了这枚女星 其他所有嘉宾的光都是一样的 所以最终的拍摄效果 其他人都是一脸蜡黄 只有这个女星摆到发光 就是自己带灯光师 然后自己打光的 就是她就是特别强势 像我们打光一般都会站到定点 然后灯光师再给你调嘛 对不对 她不 她就自己拿个镜子 那个这个光过来一点 这个过去一点 这个过来一点 这个再靠近一点 这里过来 好 来 三二一开拍 我们所有的光是一个光 她是说所有的调好了之后 她自己再重新调一遍 这个女演员应该是灯光师转房吧 大家所有人看出来都是现代片 就她一个人说是古装 没有 真的她的光不一样 她 这个所有人脸拍说蜡黄的 她拍说是透的 沈梦辰这番话 让和她一同参加过 这正男子汉的杨幂完美放强 毕竟节目中 大秘密卸妆后 超级白皙的少女姬 真的是上神级的完美 而沈梦辰卸妆后 脸色蜡黄的 让小八哥都心疼 跟她日常的美照 更是差值千里 不过网友们就力挺大秘密 不是这样的新机女 毕竟一旁的佟丽亚 也是很白很美 倒是沈梦辰肤色偏黑 才是铁的事实呢